大家好,我是英可弗洛拉,說到電子紙,大家要想到電子輸越讀器 但其實電子紙也很適合應用在戶外交通訊息看板唷 在台北街頭這裡就有一座電子紙公車站桿 究竟電子紙應用在智能交通上有什麼優勢呢? 讓我們歡迎英可Jacky來為大家說明,歡迎Jacky 大家好,我是Jacky 電子紙公車站桿主要有三個優勢 第一個,反射式的電子紙在戶外有絕佳的顯示效果 電子紙跟一般的紙張一樣,是透過環境的光源照射 讓人的眼睛可以看清楚影像 而且光線越明亮,顯示的效果越好 我發現像現在陽光強烈的環境底下 這個電子紙的畫面依然可以如同像紙本印刷般一樣清楚耶 沒錯,這就是反射式電子紙的特性 原來如此啊 第二個優勢,電子紙超級省電 像現場這座公車站桿是使用32吋的電子紙看板 我們經過實測,32吋的LCD屏幕平均耗電量是34瓦 而電子紙看板只需要0.4瓦 這樣換算下來,LCD的耗電量是電子紙的85倍耶 沒有錯,驅動電子紙只需要微量的電力 透過太陽能以及蓄能電子的設計 就足以讓智能公車站桿進行運作 節省了接續試電的工程 那如果連續下雨好幾天,然後或者是陰天的話 這樣子的智能站桿,它要怎麼運作呢? 一般而言,在沒有太陽的情況下 蓄能電池的設計都足以讓智能站桿運作兩到三個星期 第三個優勢,彈性建置 同時也對環境很友善 透過太陽能供電的電子紙公車站桿 建置過程中,就不需挖掘馬路 埋設電纜,節省了建置成本 也縮短了施工工期 大幅降低對民眾日常的干擾 像偏遠地區的居民 他們也很需要公共交通的即時訊息 那這樣子的智能站桿 能夠提供給他們什麼樣的服務呢? 智能公車站桿的概念以及運作方式 非常適合電力設施不足 以及不容易施工的地方來使用 透過無線通訊的技術 我們可以把公車實時到站訊息 投放在螢幕上,避免民眾耗時的等待 那一般公車站桿跟電子紙智能站桿 兩者最大的差異是什麼呀? 最大的差異在於 節省了微運的成本 以及建置效率的提升 關於微運成本 電子紙智能站桿用太陽能發電 自然就不會產生電費 根據實際案例的長期觀測結果 從原本的LCD屏幕換成電子紙屏幕之後 每年每座耗電量相差近200度 在導入電子紙顯示方案之後 就不會有電費的產生 長期累積下來 所節省的經費就相當可觀 有利於大規模的建置 第二個是建置效率的提升 施工時省下了試電建設 挖掘道路以及埋設電燃的工序 施工作業時間當然也就縮短了許多 大幅提升建置效率 聽完Jeky的解說 我認為電子紙交通智能站桿 就是一個智能、節能 而且對環境友善的新科技喔 是的 全球各大城市目前已經有 許多的時機的案例 源泰科技期望結合綠色環保 智能交通領域的生態圈夥伴 共同打造隨處可見電子紙的 永續智能程式 請大家持續給予應可關注與支持喔